货船近翻覆 西班牙海巡队救22人 星期二 西班牙海岸巡警 从几乎翻覆的货船上 救起了22名水手 这艘巴拿马现代连运货船 原定由非洲航向法国 而在西班牙海岸外150英里处 遭遇强风大浪 整艘货船倾斜了40度 船员发出紧急讯号 西班牙海岸巡警派直升机救援 把22名水手救起带到安全处 在甲板上若一不小心滑倒 就会掉进汹涌的怒涛中 这艘现代连运货船 载了3600顿重的木材与营造设备 目前已漂到法国海域 正带打捞伤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